好 感谢还有最近疫情的一个关系 我们也欢迎威宣举王文艳 王局长 丽丽我们的活动现场 欢迎 好 以及欢迎我们 总管是我们的廖玉仪处长 欢迎处长 好 感谢丽丽我们的活动现场 以及我们欢迎现场所有的丽丽妹 我们请里长一起起身 跟大家来挥手机一下 欢迎我们现场这么多的里长 感谢我们的里长 好 还有欢迎我们很多的 赞助的单位我们欢迎 我们的同步友 还有当代牙医的代表协力们 一起来挥手机一下 欢迎 感谢你们 丽丽我们的活动现场 好 丽丽外 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一个活动现场 今天警察局局长陈伯敬词 局长 谢谢 感谢 好 如果有输了的地方 待会也为大家来马上补充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也要再次有请现场的朋友们 掌声 欢迎我们最敬爱的大家长 志万太智市长 上台来 先跟我们现场所有所有的平正 新市公园的朋友们打招呼 也要请市长待会要跟光明公园的朋友们 透过我们视讯的方式 来两地连线一起来打招呼 有请市长先跟我们在地平正 新市公园的朋友来say hello 一下 邱医生议长 各位议员 我们平正各界的乡亲 还有在连线的光明公园 所有的中立的乡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市长好 那我跟市府团队先上台来致辞 那待会再邀请议长来致辞 那我来说明一下今天 桃园灯会开幕 到底有哪些内容 我们这次灯会 选择在老街西举行 那从中立的光明公园 到平正的新市公园 那中间有老街西河岸公园 分座三大灯区 这个灯区叫做飞天曙光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立体的3D的投影 会把这个森林公园搬进来 那在这个光明公园 叫做大地曙光 到时候是一个 这个我们地景型的 一个花灯的布置 那中间的老街西河岸公园 叫做银河曙光 那就是昨天预演的 这个我们来自法国的 机械巨兽马戏团 所举行的叫做光 这个光之巨龙秀 那个是非常非常抢眼的 那我们三个灯区 一共要这个展出13天 13天从初期 今天开始到这个2月13号 12号 2月12号 那因为今天也是防疫的期间 我稍微说明一下我们防疫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这个想法 原则上执勤人员都会戴口罩 那我们市民朋友可戴可不戴 但是进来的时候要消毒 手要消毒一下 要量耳温也可以 那我们有防疫的工作站 也会让大家知道 那每一个灯区呢都有市集 大家逛累了 可以到市集走走 那我们这一次的灯会 叫做光之桃花园 这非常特别 那脱离传统灯会的做法 那灯主呢 这一次采取的 不会到处都是老鼠 大家15年 不会 这个我们是采取 这个光跟影的方式 已经脱离传统灯会的做法 那不过呢 每一个灯区各有特色 整个活动有七大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 我们有成立了一个曙光乐团 有专属给桃园的一首歌叫曙光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新式公园 那有全国最大的 这个大屏幕的光雕秀 这个屏幕呢 有500平方公尺 大家可以待会 这个我们一开幕以后来看一看 这个效果非常好 那第三呢 是我们有一个 这个灯式的迷宫 迷宫在这个光明公园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 这个全台湾最多的这种 利用我们的公园的树木 撑翅不齐 那会打造整个森林的这个光雕 这里像新式公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 那每一个步道都是一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 散登的地区 那另外呢 在光明方面 我们做了一个光之花坛的这个秀 那白天是玫瑰花 那晚上就变成是这个 我们大地鼠光的这个光的花坛 那另外呢 有两个 两个表演也很特别 第一个表演是这个光之巨龙秀 就会很有了 优优独播の